內隱膩 內隱膩 什麼是內隱膩 理科放的蠻恐怖的 從物理化學、地球科學、生物都放的蠻恐怖的 但是 有些東西大概就是一個現象 那有些東西是 它其實還蠻有感覺、蠻有規律性 那這個部分 在我自己在看這個地球表面這部分 其實它就是一個現象 大家記得一下就好了 我們去看一下什麼叫內隱 內隱簡單來講是地球 原始形成的時候 已經在內部形塑給它的一個力量 你可以這樣講 譬如我在唐三太亞 同一個人就這樣子說 為什麼有些石頭就爆開了 有些石頭不會爆開 假設塞的線頭一樣 假設塞的線頭一樣 還是有這個差異啊 材質不一樣 材質不一樣 為什麼材質不一樣 因為它當初被創造的時候 它就是不創造的 OK 它被創造的是不同的 合理吧 好 這石頭在被創造的時候 它就以不同的方式被形成的 有些是火層鹽嘛 有些是層底鹽嘛 有些是電子鹽嘛 所以當它在處在一個情況之下 處在什麼情況之下 它會被破壞的情況是不一樣 好 即使相同的情況 它被破壞的情況是不一樣 通常是用 我們都是人 都被創造出人 那這邊跟我講個事情 有些人問這個事情就有感應 有些事情就沒有感應 對吧 那是我內在的感覺會不一樣 內在的狀況 所以它內隱可以簡單來講這樣 好 那大規模的內力 像譬如地殼運動 板塊運動的情形 就大規模的內力 那這邊課本 這邊所第一個項目 講到地質結構的部分 就是 延程受到力量變化 它形成一個所謂的皺褶 或擴裂 那這時候皺褶是什麼 皺褶就是說 當你的板塊擠壓的時候 我本來是很規矩的 讓一層一層一層的堆積 對不對 我們延程不上一層一層的堆積嗎 因為地震啊各種方面 它慢慢的一層一層堆積 可是在板塊運動的時候呢 它可能中間就有融起來 中間就凸起來 中間就凸起來 中間就凹陷了 就讓它肯變成這樣子 肯變成這樣子 那為什麼有些是凹陷 有些是凸起來 有些是凹陷 為什麼 為什麼有些是凹陷 為什麼 受到的力不同 受到的力不同 為什麼 什麼樣的力不同 為什麼它有些凹起來 可以凸下去 有些凸起來 有些凹下去 為什麼 受到什麼樣的力不同 讓它變成這樣子的結果 我們在思考 不是在從過去的經驗找答案嗎 方案就是這樣 因為假設你看到這現象 科技在看到這現象 為什麼可以找一個答案 你也在找答案 所以我們 我之所以問各位 雖然說也許你看過結果 或是沒看過結果 那問的過什麼時候 希望就是說 大家去同閉著腦袋裡 找一個經驗 你過去看到什麼情況 它會這樣皺著起來 為什麼有些是豬腳壓下去 蛤 這兩個 哪一個是幾壓 沒有手指 兩個都是幾壓 為什麼有些是豬腳壓下去 因為下面的這個沒有長度 什麼樣的沒有長度 就是下面的才能 什麼樣的不同 讓它有最低的 密度 那哪個會有哪個會住下來 比較小的會有啊 密度小的有啊 為什麼 因為它上面是比較軟 可是相對來講 上面是空的 那是空的 空的不是底軟的 更軟 可是我會以為是 就是密度大的會 就是假設如果是左邊那些 嗯 最下面那層的密度比較大 就是它平衡的密度比較小 如果 假設說它 最下面那層的密度比較大的話 然後它也把它這樣子 壓 壓了之後 開始這樣 因為畢竟走 畢竟靠比較外圈的去 會比較長 嗯 嗯 這樣我就是把一個密度 小的東西 會一次壓的更小 因為密度是一個 體驗很大的東西 就把它的 體驗的更小 然後越來越做不到 然後它 你說上面這層的密度比較小 所以不要會體驗 假設是這樣 嗯 嗯 OK 沒關係很想看 我只是 我只是你講的東西 我在做歸納 我知道我他們歸納 對不對 我再問一次 嗯 因為我畢竟到這邊 又有融化 那第一次對話 就是遇到我到最後 對 是 所以可能如果密度大的話 這樣 這樣壓下來的時候 這樣壓下來的話 密度小的 所以壓力比較小 OK 所以你的意思是 假設上面這層 是密度比較大的 下面這個密度比較小 它比較容易形成像上凸 對 那如果上面這層是密度小的 下面這層密度大的 它比較容易向下凹 所以它會向下凹 剛剛講得到 再講一次 再講一次 假設這是一個 威化餅乾 有一層一層疊起來 我一擠 然後它是會向上凹 向上突破 向下凹 它的理由是什麼 之前的說法是說 上面這一層 取決這幾層之間的密度關係 上面這一層 如果是密度比較小 它就比較容易被壓縮 所以它就會向下凹 如果上面這一層密度比較大 它就會向下凹 對 向下 向上凹 就會往密度小的那邊 容易擠壓 這樣合不合理 有點合理嗎 有點合理 但是我不要講密度 因為密度大小 你跟它長度有關係 應該說它強度 大或強度小有關係 如果就是強度大 這強度小 它可能會向下 向上凹 它向下 這個強度小 它容易被壓縮 容易被改變變形 這個來講的話 可能是上面的長度比較弱 所以它會向下凹陷 它容易被破壞那層 這是有道法 但細節呢 也許有時候不那麼清楚 有時候如果說假設每一層 每一層之間的紋理結構都很相近的時候 到底是向上凹哪 向下 開運氣 有可能就是隨便 把它射一個開運氣 好 開運氣這樣做 你知道嗎 那天那個 秉恩問了一個很好的問題 他說為什麼有秋台 你上次講過秋台 秋台 秋天的台風 我們之前講到台風的形成是什麼 我們這是奇怪的話 稍微插一下其他話 台風的形成原因是什麼 熱大概是低西亞 熱大概是低西亞 為什麼會有低西亞 因為比較熱吧 比較熱 空氣熱會有低西亞 哪還有呢 海水蒸發 海水蒸發 水氣變多又有低西亞 所以 低西亞有兩種原因 就是海水水氣上來 一個是熱度的關係 讓它變低西亞 可是秋天了 為什麼北半球 在北極日山之軌 我們北極日山之軌 要什麼排有 低西亞 台風的台風 測試的姿勢 因為太熱 太熱 可是我們應該連到秋天 已經不熱了 沒有人會讓它 還是很熱 為什麼 其實台風的形成 那夏天為什麼 夏天上個都是曬太陽 整個都是低西亞 為什麼會颱風 你知道DCR的意思 會颱風型的意思是 因為這邊局部低壓 都不是整邊都低壓 整邊都低壓就沒有影響 它是定規的氣旋 它沒有局部低壓 為什麼它局部低壓 會特低壓 對 為什麼會特低壓 我跟你講 為什麼會特低壓 因為海水氛發 海水氛發不是普遍的嗎 普遍的行為 在 當你太陽直射北半球 直射北回歸線的時候 夏天的時候 這不是這條線上 普遍都是要拿太陽來照射 為什麼會特別熱 為什麼我們體驗會特別熱 因為那邊的海水氛在一起 因為那邊的體驗比較少 其實這個東西就是意外 都是意外 所以為什麼有一個說法說 普遍的經驗 普遍的經驗會講說 普遍的效應 我就會普遍拍一拍 可能導致在北京造成大海風 因為拍那一下的力量 剛好出成一個循環 這氣旋循環 氣旋循環慢慢就一直衍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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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衍 越來越大越大越大 然後我們就到北京去 從美國西岸的一個鼓勵拍赤 引發到中國大陸的北京墾新的一個大大樓 這是有可能上海 墾新的大樓 這是有可能的 那也就是說 其實很簡單來講 他說為什麼台風帶 去仔細觀察 台風帶大概在 你看 這是赤道來講的話 這是北維二三度 再往上一點的話 大概都分布在這一區 小型人台中 沒有在這一區的 很少在這一區的 大部分是這一區 還有這邊這一區 為什麼 因為這個叫做 赤道上面就叫做 東興風帶 那往上呢 就細心風帶 這是地球情境系的關係 在這個兩個風帶中間 焦點點上 就容易形成什麼 就容易形成氣旋 一不小心就容易形成氣旋 這是什麼的形成不一定 那為什麼東興又沒有所謂的台風 那個 裏面都這種台風 裏面都能動 水氣比較少 這個問題就是用剛剛的意思是這樣 就是你要氣旋 就是在局部形成低壓或高壓 冬天掃進 這個整個行星風帶往下掉了 掉到赤道附近 所以可能在我們冬天的時候 握取在赤道就容易形成台風 但是在我們夏天秋天的時候 容易在這個我們這個緩度形成台風 這主要是因為 等到我們冬天的時候 整個行星風帶會再往下移 可是我過了十年天從來就 聽到說冬天會形成的 其實我基本上很少 非常非常非常少 非常非常非常少 不是沒有 因為冬天什麼時候開始叫冬天 十一月 十一月就冬天 十一月有台風過 十一月有 十一月歐有台風 所以剛剛講那個奏摺 實際上我們在研究這個所謂的這個 冬頭科學啊 或是折奏 蛤? 折奏 折奏 什麼時候 就是它都是一些意外形成的 有些都是一些意外 那形成的原因並不是他們的 絕對 剛剛聽到志杰所講的這個概念 只是一個可能性而已 並不是絕對這樣 所以 記者多多是 你要找到更多的證據 來證明你所做的是對的 我們在這個階段才說 這是一種假錯啦 那是讓我們學習階段 很多時候要聽人家講說 你要用什麼畫錯 看起來有畫錯 你為什麼放片花是這樣 是啊 它絕對是不好錯 那都是你啦 我都能說 你放的是手的訊子 蛤? 你放的是手的訊子 這是一種氣質 一種軟的氣質 軟的氣質 不知道什麼氣質 第十四個點 好 像斜 像斜折奏跟背斜折奏 哪一個是向斜 折下去 這個是向斜 這個是背斜 還是這是向斜 折下去 折下去 向斜 你可以簡單來講 這斜面跟斜面相對 比較向斜 這斜面跟斜面 背對的比較背斜 簡單來記憶 那向斜跟背斜的原因 其實我剛剛有討論過 這是很多意外 那又可能是他真的有原因 真的還沒有去 沒有我現在目前看到之下 沒有去探究他 但是我內在想也是 大家跟自己想的一樣概念 那 在經過風雨侵蝕之後 他地表有可能變這樣的結構 對不對 他可能變這樣的結構 以上的結構來看的話 這個岩層 哪邊的岩層是最新的 最上面的岩層比較新 左右兩邊的岩層比較新 對不對 你看這個結構來講 中間的岩層比較新 左右兩邊的舊 所以假設你看一個地面 去分析他的化石 跟他層的來講話 所以看他是 舊 新的 然後舊 新一點點 然後追究 然後新一點點 然後再更新 有可能這個地方的結構 就是一個背斜的結構 就可以去分析這個結構是什麼 背斜的結構 那同樣道理這邊就是向前的結構 基本上這邊是有這樣寫 那這個是原因 也可以大家從剛剛解釋來看到 剛剛在研究這個岩層啊 這個岩層的結構 事實上是蠻大規模的 蠻辛苦的啦 簡單來講是 我突然可以研究這些地質學 這樣 你看假設我們想知道這個地方的地層 那應該要怎麼研究 到處看 首先要先給他很多錢 欸當然有錢啦 有錢之後咧 然後你要從很多地點 然後採集 然後可能要往下看看 要鑽個洞 他現在比較常做的 會弄那個鑽桶機喔 我往前一直鑽個把子 他整個把石頭拿起來 那個那個 那個螺形裡面呢 那個取出來的那個 樣本裡面 就有它的一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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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那一層一層一層去分析它的結構 好那往下鑽 就鑽20公尺30公尺40公尺 他一直鑽 那整個曲會變成那一層一層 他就可以分析��서這層一層這一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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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были 他會講不さ 那不只有鑽這一層 鑽這個點 他可能這個區域啊 把它 baok 他鑽兩三十個點 去整個做個握物 去普遍的概念 但是有時候ague psy 如果複雜一點的話 他整個這個咒褶 這個折ienna 它可能是一個很長很長的折Mother 或是很小很小的折נס 妳可能不能取得到那個樣子喔 所以 我都覺得這個事情是一個蠻辛苦的 但是,為什麼要做這個事情? 做這個粒子攤就有什麼好處? 為什麼這個粒子攤也好? 有什麼之前的東西之類的? 石油是一個好,石油是沒有好 小心,我常常講一個故事 沙奧迪阿拉伯是一個很有錢的國家 你看看實驗的意思是什麼? 他講過來了 沒有 你平常講過 沙奧迪阿拉伯是一個很有錢的國家 他不容許移民進去 因為他國家的殘留 殘留多到的就是說 他國家的收入就是 基本上每個老百姓不用工作 他國家肯定會給你10萬塊錢 就是你工作就可以給你錢 所以你家是國民就可以拿到錢 那路價很高 他要什麼? 路價很高,因為路價很高 因為每個都不用工作 所以相對來講 工作沒人做啊 所以做工作就缺很多錢 所以他們目標就相對來上行很多 那 那 什麼? 你說什麼的? 很好賺 對,很好賺 那相對來講 你賺的錢 你也花要花很多錢 都很貴 那 我一個同學去那邊 餐長 他們那時候帶一些東西展示 然後展示之後認識一個當地的一個 那是我們台灣派過去的官員 因為我們沒有邦交 所以派過去 以前有邦交 後來沒有邦交 那時候叫大使 後來可能叫做辦事處的一個官員 那中間就找一個台灣去的一個祭司 那是一個石友的祭司 後來他被邀請加入 沙迪拉座 就是 入籍沙迪拉座 為什麼? 因為他很厲害 他可以知道說 這個地方有石油 那地方有石油 他可以指出石油在哪裡?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就很厲害 就有那個感覺 他就是可以從一些數據上看一看 知道之後 他就說這個地方有石油 挖就大概百分之90多的石油 所以他就 因為石油越挖越少 以前是隨便挖就有石油 隨便挖就有石油 可是挖後面就是石油越來越少 那你要決定石油 因為你知道 每次一挖 你投資下去的成本 光是把那個設備架 挖後就洞 挖那個石油 把石油挖斷 那個設備架 大概就挖好幾十億 他們 他們不是先摔口 不一定 他在做地質單字而已 灌那個水 那個 對 那是後面的做法 那你後面 因為石油越彩 他越來越低 他把石油敷起來 所以可能會灌水 把石油敷起來 你太別好抽 不然你抽到石油 好 那很多種做法 那現在來的做法是說什麼 我這個這個洞 裡面石油都抽完了 可是還有油啊 油在哪裡 油黏在表面上 石油縫縫裡面 怎麼辦 葉鹽 不是葉鹽 葉鹽是那個 它不是一個洞 它是石頭跟石頭中間 有一些地方的油 它油是滲在石頭裡面的 所以它把石頭 把岩石取出來去採 把石油跟石頭再分開 葉鹽是 葉鹽的油這樣分離 那我剛才講說 這是一個石油 這是石油的穴 石油的穴裡面 油都被採光了 採光完了之後 可是還有油啊 油就剩在那個縫縫裡面 就剩在那個邊邊 就像那個鍋子 想說我吃咖哩飯 我吃咖哩飯吃完之後 我那咖哩湯的鍋子旁邊 就是有一堆咖哩 所以它就要給它 新的技術 打一種 化菌要移進去 那把它框框旁邊的 就融 再融出來 再融出來 再把那個液體再融出來 然後就融掉了 蛤 什麼 然後把它融出來了 之後它就融掉了 就沒有了 沒有它可以再分離 它只是把它稀釋 類似 類似比較好 比較好 怎麼講 它比較好融到液體裡面 但是它根本不會被分起來 沒有被分起來 它是融出來的 那 再把液體取出來 再做分離就可以了 所以它 那一段階級 是不是又可以讓 這個石油的屑 可以再延長 譬如20年的壽命 我可以再繼續取出石油嗎 這樣就很貴 所以你現在比較好 還是找到新的石油礦 那所以剛剛在講說 因為你越挖越深 那個石油礦越來越深 那你找不到這個地方說 這個地方我們要挖20公里有石油 20公里很深耶 對不對 你怎麼知道20公里下有石油 那就是需要技術 那不見得了 這太短了啦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那個有什麼幫助 反正那個 如果挖可以挖那麼深嗎 20公里有可能 可以挖到20公里 這樣子 就慢慢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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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那個 它的鑽頭就是一直往下鑽啊 然後不鑽 它的鑽頭比較特殊 挖的時候 都沒有一個孔洞 它可以把那個缺缺在去 然後鑽下去 它要長的25度 它要接啊 下去玩的時候 換一個新的 再接到後面再繼續往下鑽啊 鑽下去 這根整個鑽下去 都再換一個 再繼續往下鑽 它接上去 它就是 這一根 它不能做的 就是20公里啊 它每個玉璃是20公尺 20公尺 鑽完才接一根 再往下鑽 20公尺完 就再鑽接一根 往下鑽 一直往下鑽啊 然後 把它抽出來 對啊 鑽到底之後 就可以抽出來 我不是 它是用舌 然後把它 就是把它讓它爆掉 然後這樣就可以被生命 什麼意思 裝舌把它爆掉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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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水 然後 就直接 裝水 對 然後就直接 灌那個水 然後那一塊 另一地都 就是 水 這個我不知道 這我沒有看過 所以我 沒辦法回答你的問題 我不知道 我不是清楚你 所以 可以再把相關訊息 再解釋清楚 啊對啊 我們要請那個 餅圓解釋一下 那個什麼 張忠講的 代氧化系的東西 你要提醒我 餅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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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餅圓 餅圓 餅圓 都有一個圓 不是餅圓嗎 是餅圓嗎 是餅圓嗎 你要說你要加點耶 那時候 是餅圓 我只餅圓 展示 餅圓 餅圓 有一些 你需要接這個嗎 餅圓 你那個有 VGM 還是 HTML HTML N 床 就 HTML HTML 我沒有HTML 你就放在這邊給大家看 放在靠近一點好了 不是啦 我說最後一節 來 大家看一下那個 灌源的那个